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4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网上的新的报道和评论 关于胡锦涛之死 现在网上又有新消息 刚才看到推特上有一个流氓战机发了一个推特 说真死了,够狠! 够狠肯定是指习近平了 习近平够狠 我们来看怎么讲的巨悉胡某人 胡某人就是胡锦涛 其实是在2023年7月26日中午12点19分 在自己家里用午餐的时候突然发病 被紧急送往北京301医院的突中去世 当时他的五官有异常 耳鼻、喉和眼睛都往外冒 流暗红色的血液 他实施以后 面部和全身上下均迅速变成了五黑色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证明中毒了吧 后来就不让亲友们探望 而且还被要求战士保守秘密 不允许外宣 给大家看到 网上的推特不是我造谣 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条消息 无法查证 因为现在中共国内 现在是舆论环境是非常恶劣 有些事你也没办法去查证 对吧 你查证回去以后他就给你抓起来了 姑且听自吧 再加上今天此前传的就是 文家宝拒绝参加这个智商委员会 要求调查死因 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 中共政坛现在很乱 矛盾非常的激烈 习近平在南非这次啊 给人感觉心不在焉 多次走神 你比如说连握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握 秘书和这个翻译被打在门外 一个人心淡影直的回头看了两次 显得似乎对这个会议的一些安排的情况 一无所知 迷惑了很多常识 而且显得非常疲惫 眼睛不停地砸吧 还有一场活动竟然没有任何理由的失踪 到底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很难讲 假如真的在走之前就策划好了 搞这些名堂的话 那肯定开会就没有精神了 对不对 不信你们看看他 在会场上他这个人是很重视别人给他受训 对不对 受训的时候你看 他对这个好像也是精神六号 这非常诡异 这证明还是有事 到底什么事 我们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已经查证首实了 那就是 这个格林斯基 普里格基 普里格基 现在是死掉了 这是肯定的 美国官员现在得出结论 初步情报写是 瓦格纳的头子呢 遭到暗杀 飞机不是导弹击落的 导弹击落的 导弹击落的 这个是要有应该是有证据的 现在看看法广的消息 据华尔街日报 大得很 有很多资源 有很多类选项可以干掉的 所以这个应该大概率 我认为应该是普京干的 虽然普京刚才在一个表态当中 还表扬普里格基 那都是叫假慈悲 是吧 不要相信 普京是蛮够谎言 这篇文章介绍俄罗斯政府 表示正在调查追及原因 但为做出解释 接近瓦格纳的社交媒体渠道声称 这架飞机是被俄罗斯军用的 防空导弹击落的 拜登的政府一个高级官员说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信息表明 据报 据报道 载有普里格基的四轮飞机 发射了地对空导弹 因为美国这个还是非常权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防部的官员都是专家 他说带有红外传感器的美国卫星 可以探测到导弹发射产生的热量 就你要是如果地对空发射导弹 要产生热量 它就侦探到了 但飞机被击落的时候 并没有探测到任何热量 不过美国官员还没有确定 导弹坠落的 导致坠落的具体原因 也不便公开断言是暗杀 尽管许多官员私下都这么认为 但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叫赖德 在周四的协议会上告诉媒体 我不打算详谈我们如何收集 收集信息的具体袭击 因为美国情报部门十多个呢 是吧 各有各的办法在调查 我只是想说一遍 根据各种因素 我们初步评估是很可能被暗杀 杀害的 这是美国首次证实 普里格金的死亡的消息 赖德没有将此描述为暗杀 并表示美国正在评估这个事件 那么古今也派了一个调查组的调查 也会得知结论 也可能将来的原因永远成迷了 普里格金去世的第二天 发光的文章讲 他的支持者纷纷涌向临时纪念位 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讲义气 这个江湖义气 肯定有些弟兄们现在正在 这个比较的悲痛当中 他说向这位发动了短暂未遂兵变的军法至今 在普里格金的家乡圣彼得堡 人们来到这座曾经是该公司总部的建筑委 献上献花蜡烛和印有瓦格纳骷髅标志的军章 说关于罪集原因和事故 俄罗斯的官方消息很少 当局将记上10人全部死掉了 俄联邦政察委员会 对涉嫌违法航空安全规则的行为展开刑资调查 这可能普京要准备找点理由了 七天七天国际舆论 有一种观点讲说是泽林斯基干的 我认为不可能 你想吧如果是暗杀的话 泽林斯基哪有那么周密的本事 在飞机上放炸弹 你要接近它是很难的 普里格金去世第二天 人们都开始猜测各种议论都有 当地媒体称遇难者的尸体 已经被装入了一家殡仪馆副公司的车运走了 那么他们看到飞机坠落的地面 听到了爆炸声 飞机的一部分已经坠落在 距主最基地的约3.2公里的地方 许多与瓦格纳关系密切的电报群都发了一段视频 这个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看了 我不起重复了 我要讲的什么呢 像普里格金当时发动冰变的时候 就应该做四项准备 是吧 或者成 赫尔斯死了 只要你没有成功 没有中间路线抗抖 他还是超傻 毕竟是一个厨师 那么 现在外界都在翻翻猜测 他到底什么原因 那么今天又看到海外的新投核 有一篇文章 说普里格金惨死俄罗斯反对派人人自为 这个事后续效应来了 俄罗斯雇英组织瓦格纳收脑 格林基斯林自己23号传出最急了 于是华盛顿邮报引述一部剧名的莫斯科人士表示 任何人如果表现出不重 都会被科工思维必须消灭的敌人 几乎每个人都相信 这件事是根据普京的命令执行的 尽管真相 可能永远不会外界所知 这已经吓坏了很多人 在普里格金这个事发生之后 不是有些人打赌吗 说是普京和普里格金两个是唱算皇等等 假的冠冕堂皇了 好像真的是 现在证明是讲错了吧 是不是啊 这个今天我看到格斗狂人 徐晓东做的结果很好 就讲这件事情 现在看来就是还有一种官体 现在说他是好像是炸死 不会是炸死 你们放心吧 肯定是死掉了 死的原因应该大概率还是普京干的 至于他怎么干的 以后这个一点一点随着世界的流逝 真相会附出台面 如果有一点普京倒下了 那可能这个事就供呼出来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 纽约时报分析 普里格金的命运再次提醒所有的人 反抗普京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因为在俄罗斯现行的体制当中 对领导人的冒犯既不会原谅 也不会遗忘了 说二十多年来 对普京构成威胁的人下场都是被 都没有逃出流放 监禁离奇死亡 并迅速剥夺权力 一般独裁者都是这样 他怕别人颠覆他 习近平也是一样嘛 你看现在批评习近平 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极端的事件出现 说对于普里格金来讲 他的命运也许在兵变的时候 被普京赤为叛徒那一刻就决定了 分析指出 当这样一个体系领导人说出叛徒这个词 必须伴随某种结果 否则体系将变得难以为管理 说普里格金的坐骑被击落 某种程度上巩固了普京对权力的掌控 恢复了他因为对瓦格纳叛变的软弱 因俄乌战争不休而受损的冷酷的名声 我认为他未必 下一个反抗旨还会出现 而且手段已经是非常干到底 绝对不为宗徒停止 这个你在两方面去看 对习近平是一样 反对我看网上有些消息讲 这些事儿使习近平受到鼓舞 有人不敢挑战习近平 不是那么回事儿 他该挑战是一样挑战 可能挑战的更猛 更极端是吧 而且不存在任何幻想 因为这种政治斗争是不可能不发生 那么这篇文章讲 普京向儿子精英和全球法术的信号非常明显 他的统治仍然不可动摇 任何对他的挑战都逃不过惩罚 普利格尽根本不是第一个失去客工青睐而可以死去的人 这是他的观点 我看魏力 他的地位冷然是要动摇 只是下一次还会诞生一个英雄 说不定 当然普利格尽你不能说是完全是英雄了 还有他的瑕疵 但是他干出这么大的事儿 应该讲还是够猛 这篇文章讲说有专家之言 对普京来讲 普利格尽始终是个威胁 并提醒人们普京有多么软弱 因此消灭他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普京先前之所以留普利格尽移民 唯一的理由是想不引发进一步叛乱的情况下 解散瓦格纳军团 能让普利格尽在眼皮底下活蹦乱跳的跑来跑去 对普京始终是一种耻辱的体现 他之所以没那么早下手 是因为实际不成熟 他想把他那些核心层 就是政治局 相当中共政治局六下人那种 近距离追求他所有的人 能在一起一网打击 这正是普京的老辣的地方 他可能放炸弹之前 按照他之前 这次终于找到机会了 也就是他身边这些哥们弟子都在一起 要拯救彻底灭 你要留下以后 留下后患 其他的追求者都不重要了 很快就会疏到护士赛 不可能再搞出什么大事来 我看网上有很多讲 他们还要灭普京 很难挑战普京 那么这是一个主题 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 那么对这个事情 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 对习近平有什么影响 今天看到大局员刊登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也就是这个网友群写的文章 我看了好多这方面的报道 汪远天的评论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美联社的视频写是8月23号 也就在金钻峰会的第二天 习近平穿过长长的红地毯 经过一条大门 步入会场 他观察挺仔细 与习保持一段距离的随从 其实不是随从 就是那个翻译 个儿矮矮的其貌不扬 习近平看来挺信任那个人 结果在那个时候突然出了个大汗 飙行大汗就把他拦住了 关出去 毫不客气关出去 他就讲到习走了几步 回头看了一眼 又往前走 然后又停下来看了一步 看了两次 那么最后还是走进会场了 然后和这个南非总统握手 王友群认为他说 从习近路会场中心 全共生的表情动作 不太眼神看 这些细节出顾他意料之外 确实是这样 这说明习近平判断上是有些问题 而且可能南非在保安保方面 似乎是有自己的担导 也怕出事 因为你落到这个地方 可能他在负责 习上任十一年 在此前的历次出访中 都没有发生这个事 这一世界 对于把政治安全方的守卫 担心一家老小性命安全的习来讲 投下一些阴影 他讲的是对 他就分析了 做以下分析 他说第一点是 这一意外的一幕 或许令习对可能发生了政变 更加的感到忧郁 他讲他从每年视频看 当习身后大门碰一声关上 他在随从被南非保安强行隔离大门之外 年纪七十的习 就古来习的习 兴堂赢之 有些不知所措 显得孤独不足 全是那时候给人感觉傻傻的 傻了巴基 是吧 就这样的一个人在领导中国 要怎么给中国搞了这点成分 你看那位中国老百姓 在巴州 这个卓州 还在闹呢 他在这位下 又给人一百亿美金 你不想他作死吗 是吧 说是尽管表面上自第一强人 在党内定于真 但是呢 过去十一年树敌太多了 而且眼下这个举动 不是火象交友吗 给自己找死 且自第二个人齐齐 把一手好还打成烂牌了 说中共党内外 都是骂习 恨习 反习 倒习 想把他赶下台的人大有人在 他说习上台之前呢 周永康还有过起来 都称想搞政变 把他赶下去 之后呢 习一直笼罩在政变的阴影当中 一直出国访问 去香港 到外地视察 总担心别人暗杀了 那三连任之后 他把胡云涛架出去 架出会场 那更是使党内的矛盾激化了 反习之声不断 你看现在推特上 就算今天讲的消息是假的话 也反映党内的不满 对吧 有些人在准备搞他 说一旦习步入某个特定空间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 就在这一段讲的是最有道理 就是什么呢 他举一个例子 一旦习步入某个特定的空间 前后大门一关 上了几个状态 那习立刻就把习民制服了 对吧 习民有啥办法 你看他 反应能力都很迟钝 是吧 甚至别人感觉是找不到北 习的所谓强大转瞬间 变得不堪一击 很快就给他制服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意外的一幕 或许命会令 习想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困境 而再生疑虑 说这次金战峰会 老朋友 普京是本应该去的 两个人应该是上次算黄 结果就一个人 说今年3月17号 位于荷兰海洋的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归约第八条 发出代表类 南非是罗马归约的第九国 他讲到国际刑事法庭已经请求南非政府要抓这个普京 普京就不敢来 鉴于上述情况 南非总统马弗萨建议普京不要到会 双方携上以后 那就拉夫罗夫带牢了 按普京以视频的方式 南非保安毫不客气地把习的随从拒绝门外 这种情况在习统治下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习只要到了国外 说了就不算了 对不对 你离开你那个权力一亩三分地 你啥一不自 如果某一个外国政府 应国际刑事法庭的请求 过于中国党内的反对派联手 对习采取非常行动 西出国也存在安全风险 网友全面讲一个关键的 10月份拜登不是邀请到美国的干嘛呢 说不定美国到美国 美国就配合了 把他抓了 一抓以后中国活动也是蹦高跳 他也没招 对不对 你要论核弹 论核弹美国有核弹 所以这是他看出这个问题第二点 这意外的一梦是西出国访问 不得不多了一层安全的顾虑 以后他根本出来了 原本出来就少了对不对 第三 习身边亲信故意向习变特殊人物 反倒给习的安全增加了一环 你不可以为人家过去曾经在国务业系统 或者是在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干过 人看出门道来了 是吧 这篇文章是现在海外评价这个习近平 这个对普里格金这个事的看法最好的篇文章 他说随着习的权势越来越大 习身边亲信投习所好 故意向习变得预众不同 比如说出国访问 外宾举行会谈 从礼宾安排 特意让习独自一人进会议室 其他人过一会儿才进去 他就一贯搞这个兵当 他自己老大晃晃进去 别人都别的兵器到后边 表面上是尊重习 他说把习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让习独享君王的待遇 诸不知 这种反而给习造成诸多困扰 反正更危险 对吧 你看 他说2018年10月30日 在安根廷 布宜诺艾利斯举办峰会协计 习近平普京总统举行会谈 当习独自一个人进入会议时 当时不发生一场面很丢人吗 习近期后 所有的随从根本一个没来 据说他们路上塞车 不管什么原因 反正迟到了 普京团队都到了 习独自一人晃晃轻的会议时 左看右看的非常尴尬 身边既没有随便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保镖 习只能独自面对一个反应 这时候普京不就说他们孤单英雄来了 说他听不懂人讲啥意思 因为习近平他英文一点不懂 稍微懂一点也行 他一点不懂 习听不懂普京讲什么 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这一次在南非桑顿会议中心 和习保持一定距离的随从 在习进入会议中心以后被拦在门外 习身边既没有中方安保人员也没有反应 一旦出现问题可能面临大麻烦 你看这个是分析的对吧 还没完他讲还有第四点 这意外一幕加上其他意外发生细节 令习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他原话是进一步受挫 说2022年王毅 23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六大任务时 讲这个事的时候 他讲啊 23年的元首外交将掀起高潮 但是23年直到习此次出访才两次 对吧 他不就已经减少害怕了吗 创下习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代次数最少 出访国家最少 出访时间最短的记录 这会增加了出国丢筹最多的一次 这个筹丢大了 你看他在脖上挂那个殉杖的时候 哪像捆绳的时候 那感觉他就像 好像收审的感觉是吧 无能为力的感觉 很有意思啊 很无奈 习此次出访南非是习第二次出国防卫 全世界都盯着看 但习状况平处 就仇态平处 比如习原定是8月21号出席金专国家工商论坛 意外的没有卸审 王门涛给他带动 习因此成为唯一没有出席这次论坛的金专领导人 普京以视频方式就卸审回场 难道他是为了寸托普京是老大吗 肯定不会啊 华德顿智库研究员叫博然他说 习的缺席既不寻常 中共领导人在此类备受瞩目的活种中 很少不按惯例行事 似乎有什么事让习必须离开会场 解决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认为就可能国内发生状态了 原老们新贵大帮的人要整他是吧 要推举胡春华上来是吧 说不定很难讲啊 内斗非常激烈 我认为肯定是出事的 又比如习与南非总统马普萨会谈时 灭路疲惫神情憔悴不但眨不眨眼睛 眨不眨也不停眨眼睛啊 这个似乎感觉身体有毛病 再比如习在南非俄罗斯印度巴西领导人握手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握手 把那个手一会整到一会整到那的 给人感觉特别弱智 仿佛那个老年痴呆似的 握手不很简单吗 该怎么握他不懂啊 你看还没听懂这个主持人的指示反应迟钝 习一度不知如何跟两边领导人同时握手 要巴西总统拿扒着他的手 放到三人手席上才完 握完手以后习似乎听不懂主持人的指示 自己一边挥手一边离场 一会发现不对 才归对其他领导人一起举起双手合照 说有个评论认为习的健康出现问题 他跟他脑血管问人家 身体有病啊 就是啥了巴基的都动给话讲了是吧 说美国民调机构指出 受访者绝大多数在习的国际事务上 做正确的决定没有信息 认为他现在这个决策是呼掌 你看国内这么困难 他能扔100亿美金 你不觉得他这个就不正常吗 是不是啊 说习在此次金钻峰会上种种意外表现 不仅不能为习的国际信仰增分 相反令国际社会对习的看法更加负面 最后他得出结论 他说关于目前中共的处境 又引用严存钩的观点 严存观点很犀利很深刻 他说中共面临崩盘的局面 崩溃的局面 今年以来竞争了国际共识了 确实你看各个派系的评论 基本都认定西方 没有多大辣头了 真的 辣头不高了 完蛋了 到统治的默契 所以就不了他了 说近一段时间以来 海内外很多人都谈论 中共即将崩盘这个话题 这表明作为中共党魁的习民 已经处在危机的悬崖边 我后面加一句 假如真的回来以后 胡锦涛就得过世了 处理胡锦涛这个事 他就两难了 一个时候他肯定悼念 还得遗体告别仪式 总要像江泽民那样的走走过场 一走过场麻烦就大了 因为什么人们怀念胡锦涛 借机发力 会像对待胡耀邦一样 对不对 和江泽民的死不一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江泽民的死 老百姓都蹦高了 都知道江大海 坏 干净了坏事 胡锦涛他统治这一期这么讲 由于习近平过于的霸道 独裁专制 这个极端 是吧 反倒彰显的 就胡锦涛那个年代 是有些人 都说到有些留恋 尤其是经济 所以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应该讲这个形势来讲 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 所以我在上一场 用那个题目讲的 回国这个路很难啊 难飞难飞啊 能不能飞回来 飞回来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都是一个问号啊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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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